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林慈欣 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 与神学有约系列 这次讲的主题是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我们来到第八章 论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基督第二段 这里第二段 就让我们看到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左者们 这些新教徒和长老中的 牧师们和领袖们 他们的基督论 基督观 就是完全继承了 尼西亚信经 和加克顿信经 尼西亚信经是 主后325年 就写好道 告诉我们 圣父圣子圣灵 同之都是上帝 而圣子取了人性 来到世界上 就成为神人 二性的耶稣基督了 我们来读第八章第二段 上帝的儿子 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 正是永恒的上帝 与父上帝同之同等 当日期满足的时候 就取了人性 并具有人性一切的本质 以及人 通常会有的软弱 只是他无罪 借圣灵的大能 在同真女 玛利亚的福中成运 继承了他人性的本质 所以在耶稣里面 是两个完全无确 且相依 不同的二性 就是神性和人性 不可分割的 结合于一个位格里 两性之间没有转化 合成混合 这个位格是真正的上帝 也是真正的人 却是一位基督 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宝 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 上帝的儿子 三位一体中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位格 一神 里面的第二个位格 他 神的儿子 是永恒的上帝 与父上帝是同之 同等 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 他取了人性 我们来看经文 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十四节 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太初有道 道是主耶稣 另外一个名字 道与上帝同在 而道本身就是上帝 然后时候满了 他成了肉身 也就是说 他取了人性 身体和灵魂 约翰一书 五章 二十节 我们也知道 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上帝 也是永生 腓立比书 二章 第六节 他 这是耶稣基督 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 为强夺的 耶稣基督本来就与父神是同等的 加拉太书 第四章 第四节 极致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时候满足了 历史到了他已经满了 要实现到了高峰的时候 基督就取了人性 上帝的儿子 道送肉身 来到世界上 现在高峰继续这样说 既然取了人性 耶稣基督是具有人性一切的本质 以及人通常会有的软弱 比如说饥饿 面对 试探等等 只是他无罪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六十七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来败坏 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他并不救把天使 那是救把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世上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耶稣基督与他所拯救的弟兄们 就是我们相同 他取了血肉之体 取了人性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第二段 基础这样说 耶稣基督呢 或者上帝的儿子 借着圣灵的大能 在童真女玛利亚的福中成运 继承了他玛利亚人性的本质 路加福音第一章 二十七节 天使到了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叫玛利亚 天使这样说 对玛利亚说三十一节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那玛利亚问我 还没有亲近过男子 怎么会怀孕呢 天使这样回答 第三十五节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比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 极致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耶稣基督是童责女 玛利亚所生的 因为圣灵感应他 生出来的是神人二性的 耶稣基督 信仰靠拜 继续这样说 所以在耶稣里 是两个完整的 无缺的 却是不同的二性 神性和人性 神性和人性是不可分隔 神性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 就是耶稣基督 一个位格里面 神人二性 神性人性之间没有转化 神没有变成人性 人性也没有变成神性 没有合成混合 神性与人性没有变成一个 既不是神又不是人的一个第三种 的性之没有道 神人二性不可分开 却联合在一个位格里 你问这个是奥秘吗 绝对是奥秘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 玛利亚是人 圣灵临到玛利亚这个人 这个女人的身上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他生出来的 因为有圣灵的硬币 是神人二性 神的儿子 哥勒西书二章第九节 因为上帝本性的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看上帝本性 神性居住在这位神人二性 基督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里面 有神性 也有人性 罗马书九章第五节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基督 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基督这位神人二性的 是来自亚伯拉伊萨雅各 犹太人的血脉 所以从人性来看 基督是亚伯拉伊萨雅的后裔 祂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阿们 这位从亚伯拉伊的血脉 所生的犹太人耶稣 祂是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神性人性 结合在这个道成肉身的 耶稣基督的身上 彼得前书第三章 十八节 因基督也曾一次 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 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 按肉体说 祂被治死 按照灵性说 祂复活了 耶稣基督一次死 带我们到上帝面前 祂真的是死了 祂是人 从人性来说 祂断气了 被埋葬在坟墓里 却复活了 有圣灵的能力 使祂复活 因为祂是神 死永远 不能留着祂 不能胜过祂 提摩太前书 第三章 第十六节 保罗这样的 赞美上帝 他说 大灾 敬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 上帝 在肉身显现 在这个城市 以一个人性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 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上帝取了人性 在肉身显现 神 人 二性 是两个不同的性质 却很奥秘的 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 没有混乱 不是搅成一个 既不是神 既不是人 的一种的本质 不是的 一个位格 耶稣 神性 神性 人性 二性 我们继续来看 信仿上告白 这个位格 就是神人二性的 耶稣基督 是真的 上帝 也是 真的 人 却是一位 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 与人之间 唯一的中宝的 罗马书第一章 第三到第四节 传统是 觉得这两节经文 是指 耶稣的人性 和神性 近年来 学者们认为 这两节经文 是指 从历史上 人历史上来看 耶稣基督 是大卫的后裔 但是到了新月时期 圣灵使他 从死里复活 上帝显明 指定 宣告他是上帝的儿子 背后有 神人二性 但是 罗马书第一章 三到四节 不是直接讲 耶稣的神人 二性 神人之间 唯一的中宝 就是耶稣基督 提摩太前书 二章第五节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 基督耶稣 唯一的中宝 就是他 第八章第三段 主耶稣的人性 既然与神性 连结 很奥秘的 完完整整的联合 就借着圣灵成圣 受圣灵 高默 毫无限量 就是 从这个人性来看 这个人性是与神性 联合到 圣灵使耶稣基督 分别为圣 不是说他以前 不是圣洁的 是圣灵 特别把他分别出来 高默他 毫无限量 好叫他执行弥撒亚的职份 再读一次 主耶稣的人性 既与神性连结 就借着圣灵成圣 受圣灵高默 毫无限量 在他里面 积蓄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 父上帝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居住在他里面 他既然是圣洁 无恶 无玷污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他就得以充分的 执行中保和保证人的职份 这职份并不是他自取的 乃是蒙父所造 父把一切的权柄和审判 交在他手中 并且吩咐他去执行 我们来看经文 圣灵 使耶稣基督分别为圣 高默他 叫他有效的 大能地执行弥撒亚的职份 诗篇 四十五篇 第七节 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 用喜乐由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 约翰福音 三章三十四节 上帝所猜来的 就说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 是没有限量的 上帝充满着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面 继续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 哥勒西书二章三节 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 就是基督里面藏着 不但是智慧知识 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居住在他里面 哥勒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现在哥勒继续说 他耶稣基督既然是圣洁 无恶 无玷污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谢不来书第七章 二十六节 像这样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诸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合一的 约翰一书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者的荣光 既然耶稣基督是那么圣洁 充满着恩典真理 他就得以充分的 自行中保 和保证人的职份 使徒行传 第十章 第三十八节 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拉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 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圣灵充满耶稣基督 让他自行彌赛亚的事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 并新月的中保 耶稣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耶稣基督所流的血 比亚伯的是更美 他是中保 他是唯一的中保 他以流血来执行了中保的职份 他也是保证人 保证凡是信他的 都得以进到他里面 称义得永生的 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二节 既是启示力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了 第八章第四段 主耶稣极其乐意担任这职份的 为了执行这职份 他生在律法之下 而且完全成全了律法 他的灵魂直接忍受了最剧烈的折磨 身体承受了最疼痛的苦楚 被钉受死 被埋 暂处于死亡的全数之下 但未见朽怀 第三天 他带着原来受苦时的那个身体 从死里复活了 就带这个身体 升入高天 坐在腹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 并要在世界的末了 还要再来审判是人和天使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都是以神人而信 包括人性 而做的 第一句话说 主耶稣极其乐意担任这职份的 诗篇 四十篇 七节到第八节 那时我说 看啊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上帝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第十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上帝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烦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希伯来书作者说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 祂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这个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耶稣基督乐意的甘愿的顺服 担任这个职份 为我们死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八节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到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为了执行这个职份 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之下 加拉太书四章第十节 极致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祂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他生在律法以下 受到律法的约束 而且完全成全了律法 就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也实现了律法的精益 成全了律法 马太福音第三章 十五节 耶稣对思习约翰教我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 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七节 耶稣在登山宝群教我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把律法 讲到他的核心的意义 和实质那个层面去 耶稣基督 他的灵魂忍受了最剧烈的折磨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同去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是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路加二十二章 第四十四节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恨诸如大雪点 敌在地上 他的灵魂受到最疼痛的苦楚 他被钉 他死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全章就记载 耶稣钉十字架 死 舍命 整个的历史的时间 一直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耶稣也被埋葬了 他受死 被钉 被埋葬 暂时处于死亡的权势之下 但是未见朽坏 我们来读 腓立比书二章 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使徒行传 二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他既按照上帝的定指 先见 被交予人 他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了 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使徒行传 二章二十七节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使徒行传 十三章三十七节 唯独上帝所复活的 他未见朽坏 然后呢 耶稣基督带着他原来受苦的身体 从死里复活了 格林多前书 十五章三到四节 保罗说 我当日所领受 就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 基督照着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约翰福音第20章 25 27节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所以耶稣对多玛说 27节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所以耶稣是带着 那个他受死的身体 同一个身体 从死里复活的 耶稣基督是 神人二性 复活的 我们下一讲 继续来讲 耶稣基督是带着 神人二性 不但复活 而且升天 坐在福神的右边 今天他是神人二性 为我们代求 将来他是神人 二性回来 自信审判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